欢迎大家收看要财财经台一招大事的环节 掌音你好 云妮塔你好 今星期恒新指数表现比较繁复 纵视环球央行连环救市 但内地股市持续不振 未有大规模的政策出台 令港股今星期窄幅上落 今星期恒新指数高见过20,895点 最低曾触及过20,475点 波动区间只有420点 星期五恒新指数收布20,734点 整个星期算升了105点 升幅0.51% 而国企指数方面 星期五收布9,804点 整个星期跌了24点 跌幅0.25% 另外看看内地方面的情况 见到内地经济的前景和放松的政策 仍然未明朗化 市场的投资气氛也漸趋悲观 加上汇控中国制造业的PMI 显示到内地制造业连续11个月处于收缩的状况 加上中日钓鱼台的争议升温 导致A股出现抛售的情况 上证综合指数仓近44个月的新低 最低是见过20,018点 看看情况 见到就是上证综合指数 星期五收位20,026点 整个星期算是要下跌97点 跌幅就埋近有半成 创了11个月以来最大的单周跌幅 看看港股方面 投资气氛很转 上星期有多只蓝筹股创了新高 今个星期继续有九只连续两个星期创了一年的高位 长袖方面 今个星期跌了接近1% 但今个星期高位曾经见过116元 煤气方面高见19.36 九仓方面升了接近2% 高位见过53元 另外汇控升了2% 高见74.15 电能十月方面表现不错 整个星期升了2.7% 最高位见过65.5 恒生方面高见117.9 行地方面 今个星期跌了0.55个百分点 高位曾经见过55元 新世界今个星期升了3.7% 高位见过11.5 另外港贴方面高见29.5 看完蓝筹股表现做之后 都看看另一个板块 看到就是内地反映的情绪高涨 跟日本有关的店铺 亦都是受到民众的襲击 部分的日资百货公司 又或者是消息市场来说 都是需要停业的 有分析就说到 现阶段的情况 现阶段的反日这个浪潮的规模 亦都不是说算太大 对企业的盈利表现 未见有致命性的影响 但是见到这个反日浪潮 仍然都是持续的 对部分相关企业的股价表现来说 将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都看看板块的表现先 见到东风集团方面 整个星期就跌接近一成 利福国际跌接近6% 永黄跌接近半成 而美前中国亦都跌接近7% 继美联储方面推出QD3之后 日本央行继续接力 将购买资产的规模 扩大到80万亿日元 亦都推高了金价表现 但是今个星期来说 几色的金矿股 黄金相关的股份 都个别发展 投资者都主要采取 观望的态度为主 资金方面整个星期 计算升了3% 资金升了接近2% 宁保黄金方面跌了4.1% 价值黄金ETF 就升了80%0.2 见到就是环球央行放水 低息的环境都是持续 刺激到就是本地地产市道 见到就是香港政府 在本周再出招去稳定楼市 但是方面来说 都没有阻碍到多只地产股再创新高 看回就是过去恒生地产分类指数来说 在QE1推出之前 推出那时 升势是强劲的 达到有7.3%多 虽然QE2期间表现都是一般 最主要都是受惠度 即是受到同期内地方面 紧缩流动性所影响 而劝商花期 也是估计到 QE3的规模和QE1的规模接近 预期就是QE3将是可以推动本港的楼市表现 而地产股方面 亦都可以提高线 看看相关版法表现 看到就是长江市方面 整个星期计下跌0.9% 而三鸿基地产跌接近1% 信和事业跌2% 而行龙地产方面要跌半成 那又说一下内房股的表现 南京方面再推限涨0 禁止楼价的升幅是过高的 加上龙湖地产960就抽水集资 市场上都担心内房股 会不会有新一轮的抽水潮出现 拖累了今个星期内房股的表现 见到中国海岸方面 整个星期计下跌了1.8% 华远之地跌得比较急 跌了6.5% 细物房地产更加跌7.8% 龙湖地产跌了4.3% 亚居乐方面跌2.5% 阮阳地产跌1.2% 恒大地产跌1.3% 月秀地产就无起跌 早前迄见到 万科集团借贺南原地产方面 在香港上市 见到这个情况之后 亦见到内地房企 有这一只借金地集团 亦斥资近17亿的价钱 去收购星施地产56%的股份 亦成为控股的股东 见到内地企业 连接接2.3% 都在香港借贺上市 主要原因 是因为A股持续低迷 如果收购了H股上市公司之后 都是有利他们扩大一个融资的渠道 都看一看债板化表现 见到南原地产方面 都跌得很急 整个礼拜计 是要跌超过19% 而东方实业方面 跌接近2% 而这个已经更正了 应该是东力实业 跌接近2% 而桥福企业方面 跌超过1% 保理置业也跌接近6% 说到数据的表现 汇丰公布了汇丰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9月份初值 微升到47.8% 是两个月的高位 终于脱离了上个月中值所创出的 41个月的最低水平 47.6% 但仍然是连续第11个月 在这个胜衰分解战的下面 数据显示9月份的初值里面 产出分项指数降到47.0% 是2011年11月以来的最低位 新订单和新出口指数仍然处于50以下的萎缩区域 按月就有略为回升 但看到投入和产出价格的指数 亦都是双双升到4个月的高位 另外就是见到中国商务部公布了8月份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FDI方面 就是83.26亿美元 按年下跌1.43% 已经是连续三个月出现负增长 见到中国的8月份经济持续放缓 而中央方面也是迟迟都未推出一个大规模的刺激政策 只是用逆回购的方式去少量放水 引发到市场的忧虑 有市场的人士亦都认为 现在的政治局势都不是太明朗 预计中央短期之内 都不会推出大规模的刺激政策 18大之前亦都是很难有利好的消息 我们又讲一下欧洲方面的新闻 欧洲央行早前推出了无限量买债的计划 虽然是改善了市场的气氛 也扭转了欧元的跌势 但最新公布的欧元区采购经理指数 也显示到经济未有起息 令投资者回归现实 欧元区综合PMI跌到39个月的新低 而法国综合PMI和制造业的PMI 也跌到41个月的新低 不少分析都讲到 由于9月份的数据未有扭转两个月前两个月的跌势 欧元区今季肯定陷入了技术性衰退 加上PMI的数据也显示 无论欧洲银行是怎样去救市 欧洲的经济仍然是深陷衰退 意味着欧元也会继续因为经济疲弱 而出现一个手压的情况 另外看到西班牙泊债方面的反应都是不错的 反映到德拉吉效应对债市的利好支持仍未消除 而另外看到西班牙泊买的三年期和十年期国债的众标倍数 分别是1.56倍和2.85倍 而看到当中十年期国债的众标息率来说 更加跌至今年一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亦反映到投资者仍然愿意吸纳西债 但有分析都说到 今次西班牙泊债成功的话 都是意味着西班牙可能进一步延迟救援 将会不利欧元走势 刚刚过了星期的数据都跟大家跟进完了 都跟大家准备了 下星期有什么焦点数据值得留意 星期一方面香港方面Prada 1913普拉达就会公布他们中期的业绩 日本方面金融市场是优势的 而德国方面就会公布9月份IFO商业景气指数 8月份的数据就是102.3 好之后都看星期二方面的情况 本地都可以留意本港8月的贸易顺益差 而外围方面的情况 可以看美国9月的消费信心指数 预期就是61 星期三方面新世界发展和施折环球330都会公布他们的全年业绩 德国方面就会公布9月份消费物价指数 8月份的数据就是按年升了2.1% 好去到星期四方面 内地就可以留意8月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 7月份就是按年跌2.7% 外围方面的情况 可以看英国第二季的GDP中值 第一季来说就是按年跌0.5% 之后都可以看美国8月的内容品订单 预测就是跌4.5% 最后都可以看美国第二季的GDP 预测就是按年升1.7% 星期五方面汇丰中国9月份 製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中值都会公布 外围方面 8月份 美国的个人核心消费支出 物价指数都会公布 7月份的数据就是跌升1.6%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到此为止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